第三百九十九集 来了 鱼哲连忙拉了一下铜板 然后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 黄科长 你好啊 我们已经恭候多时了 这边请吧 你就是原城县的小鱼吧 不好意思啊 路上堵车 我来得有些晚了 让你们久等了 黄明海笑着打着官枪 所以两人来到了大厅座位上 既然等的人已经到场了 鱼哲便让服务员上菜 他顺手打开一瓶金装版的五粮液 为黄明海满上 然后再为自己和同伴满上 他把那杯酒送到了黄明海的面前 然后举杯道 黄科长 听说您以前也在清源做过 算起来咱们是老关系了 来 我们敬您一杯 我干了 您随意 鱼哲说了一堆没有营养的话 然后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这五十多度的五粮液烧得他胃疼啊 黄明海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请他吃饭的人多了去了 但这一次显得有些寒酸 虽然这里是王夫妻 但是这十大厅啊 他是什么身份 也能在大厅里跟一些平民一起吃饭 这两个小子太不会办事了 嗯 看来他们的事情啊 还要再压抑啊 想要辅助金 多等几天吧 而且这酒他都不说呢 现在京城有身份的人 都是要喝养生酒吧 就算是特供你弄不来 你也得弄来一瓶普通版的吧 你们弄瓶五粮液来 这上档次吗 果然是小地方来的没见识 思极于此 这黄明海端起酒杯 在唇边沾了沾就放下 然后有意无意地说 这五粮液的度数太高了 我的胃有些承受不住 所以对不住了 二位 于者两人双双一愣 有些疑惑地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是官面上的人 官话一向是模棱两可的 两人已经听出来了 感情是这个于科长对酒不满意 那于哲不免有些心里窝火 为了这个扶住金 他已经在京城耽搁了十几天了 可是到现在连根毛都没有见到 而县里面那边又催得急 所以两人才自掏腰包 花去了大半年的工资和奖金 自费请这老东西 到王府井来吃饭 规格算是中上等吧 而且这五粮液 也好几百亿瓶 这老东西竟然还嫌酒不好 黄科长 要不咱换红酒吧 这种酒的度数低 不伤味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之前不知道 黄科长不喝酒的 于者连忙满脸对笑地道歉 红酒有什么意思 这味道又酸又涩 你们是外地来的吧 不知道现在京城有种酒 叫做三花贵路酒 这种酒不仅味道浓厚 而且还有养生效果 来几瓶吧 黄明海见这俩小子 确实是不知情 所以就点醒了一下 原来是这样 服务员 那个来三瓶三花贵路酒 于者连忙 向一边后着的服务员叫道 过不多时 服务员便端着三瓶 精装的三花贵路酒走了过来 并扯下一张酒水单 让于者千单确认 看着三瓶酒的标价 是五千四 于者的手不由自主的一个哆嗦 他转身向服务员问道 小姐 你这个酒的标价是不是打错了 这酒比五两夜茅台还贵 先生 一看您就是外地来的吧 这种酒是少使集团出品的养生酒 不醉人不伤胃 而且还可以预防疾病 您要是有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喝一点就好了 都不用去医院 这个价格 还是我们这里港活动打的气质 服务员甜甜的一笑 向于者解释道 于者翻了翻白语 他颤抖着双手 这才签了这个单子 这姓黄的科长官不大 他妈的胃口还不小 一瓶酒都要几千 这是要了他们的命 黄明海这才笑眯眯的 端起酒杯和两人 一杯一杯地喝了起来 于者喝了这酒之后 才感觉这钱 花得不圆望 因为这酒啊 确实有独到之处 喝到嘴里没有什么辛辣的味道 那种甘醇芳香的味道 让人精神一振 三人喝了两瓶 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是 那黄明海是十足的酒鬼 他喝酒的速度比谁都快 一眨眼 三瓶酒见底了 黄明海还有些意犹未尽地叫道 来来来 我跟两位一见如故 今天喝个痛快 不醉不归 看这黄明海语气清晰 而且手花利索 没有一点酒虫上脑的意思 于者两人不由地苦笑 再来几遍 他们两个人真的要喝西北风了 为了这县里的资金 他们可是没少自讨腰宝王 那个黄柯 咱们先谈谈正事吧 你看咱们都是老乡 关系不用说 我们两个来这里 就是为了县里的一个 辅助资金 批文手续已经全了 您看 什么时候 能给我们签字批下来 于者小心意义地说 黄明海有些不愿 他还没有喝够呢 让他在大厅里吃饭 他就忍了 但是现在连酒都不让喝痛快 这是找人办事的吗 他放下手里的酒杯 打着关枪道 小鱼啊 你这件事情 有些不好办呢 你知道现在需要辅助的地方太多 我们手头的资金有些吃紧呢 所以不好意思啊 再缓缓吧 一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们就是了 于者两人的神色有些难堪呢 两人都是官面上的人 这小子的话已经说得明白了 要钱没有 你们等着吧 黄柯 我们两个 也就是跑腿的命 您就看在同乡的份上 帮我们这一次吧 如果现在财务上有资金的话 先让我们拿点 哪怕暂时只拿一半也好 于者苦笑道 那就不好意思了 资金实在是周转不开啊 光明还冷笑了一声 他站起身道 那个小鱼啊 我有些不胜酒力了 我先回了啊 资金的事情你别急 有些人在这里等了大半年 不也是没拿到手吗 这是政策 急不来的 两人的脸色灯石变 这老小子要是就这么走了 今天的事情估计也就黄了 两人花了大半年的工资 也就打水漂了 跟于者一起的人脾气有些暴 他呼的站起来喝道 黄明海 你贪扬的 你不要拿没钱来糊弄我们 财政厅里每项资金审批以后 资金很快都会拨下来的 况且我们的手续十分齐全 你这是在为难我们 黄明海一直笑眯眯的脸 灯石沉了下来 他打着官枪道 审批手续是下来了 但是我还要落实 你们回去等着吧 没借过你们这样办事的 想要资金 我明说了 没有 你怎么着吧 同伴一发脾气 于者就知道这事情要糟糕 他们现在是在京城 虽然京城的官员素质比较高 但是严往易见 小鬼难缠呢 现在官越小的反而越麻烦 就像眼前的黄明海一样 严格说起来 他的级别还没有于者高 但又怎么样呢 大家各司其职 现在你有事求着他 惹他不高兴了 他卡你资金卡个半年 又能怎么样呢 于者连忙满脸堆笑的上前了 黄克 您千万别生气 我这朋友有些上火 我带他向您道歉 大家都是从基层起来的 你应该理解基层干部的难处 请黄科长一定要帮帮我们呢 黄明海冷横了一声 嗯 你们有难处 难道我就没有难处了吗 啊 现在地方上都来找我要钱 我哪里有钱给你们 回你们原城县吧 你们这一次辅助资金的问题 我落实以后 重新批文 于者的心里一沉 县里这次辅助资金 是为了补助一些养殖户 为了这次审批 他们的县尾几乎快把嘴皮子给磨破了 好不容易才落实了 如果重新审批走流程的话 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他们这一次算是把事情给搞砸了呀 黄明海越想心里越不爽 还有 我还没有见过你们两个这样办事的 请个客还在大厅里去 告诉你们 就算是乡里来的人 至少在王府井有个包厢吧 走吧 你们的资金也就别想了 以后别来找我 黄明海说完 袖子一甩 就要甩手走开 黄柯 黄柯请留步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于者着急了呀 他连忙跑上前 去拉住黄明海 干什么干什么 我告诉你了 别来烦我 不要以为你们在地方上的级别高 我告诉你 这里是京城 信不信我明天就扒了你的皮回家 黄明海怒道 黄柯长 我 我 我没别的意思 于者一惊 刚才他心急了 这样的确是有些不礼貌 他连忙松开了手 没素质 没见识 现在地方上的官 都拿你们这些货色 重述吗 黄明海 奇迹败坏地叫他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扒了你的这身皮 现在向我道歉 这谁呀 口气这么大 就在这个时候 九族饭饱以后的叶浩轩 和许彤彤 一起从包厢走了出来 出来以后 刚好看到 气急败坏的黄科长 还有不知所措的余哲 你哪位啊 我口气大不大 你管得着吗 现在一些平头百姓 越来越厉害了 连官都不怕了 刁民 黄明海在气头上 转身向叶浩轩怒目而视 叶浩轩被气乐 他走上前道 你是官员 那就应该明白 官员的职责 你们是为人民服务 而不是让老百姓们怕你 如果一个国家的老百姓 怕你们当官的 那真的会出大事的 叶浩轩转身向于哲问道 于哲 怎么了 叶浩轩的讽刺 把于哲吓了一跳 他暗暗地叫苦啊 叶浩轩不明白情况 他现在无疑是火上浇油 他连忙到 没 浩轩 你先回去吧 回头我找你 你来这里是办事的吧 没事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叶浩轩淡淡地说 无法无天 简直无法无天了 现在一个毛头小子 都敢对我这样说话了 这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把他丢出去 把这家伙丢出去 听了叶浩轩的 黄明海几乎气炸了肺药 还有你们这两个基层的官员 会不会办事 哪有求人办事 连酒都不让人喝好的 黄明海叫道 喝酒 叶浩轩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转身道 于哲 当我是同学的话 就把事情 给我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读书的时候 跟于哲一向不对 但毕竟那个时候年轻 现在出门在外的 应该互相帮忙才对的 用成年人的话说 小时候不懂事啊 看着黄明海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于哲暗暗叫苦 他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搞砸了 感情这位黄明海是没有和好啊 他苦着脸小声 把事情的经过给叶浩轩说了一遍 然后苦笑道 你说 我一个基层的人 到这里有能力订包厢吗 这顿饭都花了我跟我同事大半年的工资了 这可都是自讨腰包啊 回去也没有报销的 叶浩轩总算是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看来这愚者还算是一个好官 他转身向一边的服务员吩咐道 去 帮我拿一箱特供来 服务员认识叶浩轩呢 他点点头 然后转身向后厨走去 特供 什么特供啊 黄明海有些疑惑地说 你不是没喝好吗 普通的有什么意思 我请你喝特供 今天不喝完 就不用走出王府井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你在逗我吧 你能弄来特供 还一箱 黄明海迟晓道 这伙是逗逼吗 特供只有高层才有资格享用 而且听说这种酒的特供 酿制起来十分的难 就连那些有资格享用特供的 平时也是紧巴巴地喝着 这小子能弄来一箱 他以为他是谁呀 邵氏集团的老总 玄狐居的叶浩轩 但是他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脸色渐渐地变得精彩了起来 只见刚才的服务员去而复返 他的手里端着一个托盘 里面放着整整六瓶特供 不错 就是六瓶特供 因为九瓶的特供造型 以及那两个盖着总餐大印章的 特供两个大字 几乎晃下了他的狗眼 这绝对造不了家的 因为这里是王府井 是邵氏集团的一个小产业 三花贵路酒的生产厂家 也同属邵氏集团 而且这黄明海见过这种酒 那上面的特殊风漆 就是最好的防卫标志 因为这种特供的酒 现在黑市上已经炒到了三万多一瓶 为了防止有人仿造 所以邵氏特别 采用特殊工艺 让这种酒只能用一次 一次之后酒瓶就作废 是无法回收利用的 这 这是 黄明海杀逼了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 跟前的几瓶特供 心里直打哆嗦 他知道 今天惹麻烦 这种酒现在黑市上炒得极贵 就连有资格享用的 每个月的数量也有限 而且高层的那些老头子们都是酒鬼 每次特供下来都是抢来后藏着掖着 哪里会容易流到黑市 而可以随口叫出几瓶特供的人 那又是什么身份 这是特供 比你刚才喝得好多了 来吧 让你喝个够 今天不喝完这些 你就不要想走出王府井的大门 叶浩轩淡淡地说 黄明海吞了吞口水 这六瓶特供足足有数千毫升 就算是六瓶水 也能让他喝得吐 如果真让他喝下去 估计今天非当众丢丑不可 这倒是次要的呀 在官面上的人 哪个没有几分酒量 他现在所担心的是 叶浩轩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结结巴巴地问 请问小兄弟贵姓 我姓叶 玄湖居的叶浩轩 听说过没有 叶浩轩淡淡地说 黄明海一个激励 脑门上的冷汗 嗖的一声躺了下来 他的眼前一阵阵发黑 差点要晕倒在当场 他感觉到膀胱里面 有一股极其强烈的尿意 涌了上来 他差点当中失截 现在京城这个圈子里 没有人不知道 叶浩轩是谁 即使黄明海 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但是也不可能 没有听说过 京城叶家和薛家 这几天来发生的事情 而叶浩轩的名声 更像是炸雷一样 把他整个人给炸懵了